我是老蜂 我们今天给大家一期这个节目视频 那么这一期的话就是大家那个 想看的这个死神 因为之前发那个一百五十七杀的雷神跟进 个人经济无减机的时候 就是下放了很多平面嘛 可以去表示想要看这个 死神的 个人经济这个内枪的无减机啊 那么今天给大家发一次 那这个也是今天 就是凌晨现在是凌晨 4点或24点 那个是1点钟开始打 然后一共是杀了2000个人头 打了很多把 但是今天手感也确实不错 然后除了两把是150加之外 然后其他全都是160 还有170 160估计打了五六把 然后有两把170的 但是其中一把是火吉林打的 这个死神的话就只有这一把上了170 所以说就发这一期 那么事实上这一把170这个也不算多 因为 因为对手的实力吧 纽约是有一些惨啊 所以说这个170杀的话 对于相对于来说这个 敌人来说啊 还是不太多 所以说 这一点的话希望大家 求清喷 求清喷 我自己都已经砍残证了 这些是纽约 所以说您就不用多说了啊 那话说 今天也是 体验了一下这个死神嘛 我记得刚出 死神这把枪的时候 我当时就是做了过一个 这个初体验的一些视频 然后 当时也是有一期 盾进去的武器 好像杀了175多好像 当时的对于这把枪有一定的理解啊 你和自己的枪但是后来就没玩过 我们 这个粉丝 今天又看到这个视频下方粉丝留言 就是想看那起身的更整 更整齐 所以今天赶紧去给它拔了一把 也是用一下也是有一些心得 那么这个死神的话 首先它是 新化的不强啊 大家 都知道 这个外观的话也不能多说啊 挺恶心的 客人做了个人感觉是不那么好看 但是今天用一下啊 就是 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除了这个扫色之外 扫色是略微比较均低的 但是这个竖点 很好用啊 蛮不错的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期视频主要就是以竖点为主 然后 再一个的话就是结合这个卡点 所以说也是有了 这一期这个 激烧数 所以说这这里首先是推荐大家 如果我玩这把枪的 建议还是以竖点为主啊 这个扫色确实是 可以好控 而且弹道 负重力比较大一点 然后 弹道就是比较容易慢飘啊 不像这个雷神 还有黑咯 扫起来这么舒服 哎抱歉啊打了个哈欠 因为现在已经是比较疲惫了 而且这个已经是第二次解说了 因为刚刚我八千解说完之后 既然没有C 这个就偏叠了啊 偏叠了 那么 首先 刚刚讲过来就是第一个以数点为主 因为这个小射的话如果 呃 相信大家 这个小射牛还是 偏多一点的啊 不会打数点呢 看来说也是大有人战 所以说也是找一下这个小射 因为这个小射的话 他比 比这个雷神 我们就按这样 这个雷神来做对比的话 比雷神 合作率应该大多少 大概大一个 四分之一的样子啊 就比如说 雷神 你来压强压四分之三的话 这个就压 四分之四 哎就是 雷神的合作率比这个小射净小四分之一 对这个是我首先当然是这个并不是很准确的啊 就是只是我是个个人的感觉 啊 相信 也有一些 这个玩家对这把枪有别的理解啊 能处理的话就是 啊 怎么说 就是 你如果相信 我都你觉得我讲的可以 那么 那您就看啊 如果就是有不同的意见的话 就关掉就好了 求幸福啊 求幸福 啊这个 不要坑我啊 我还我还年轻 啊这个跑偏了 刷奖就是这两点 那么这里的话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注意一下我自己的打法 那 还有个人经济这个教程就是 卡点的一个教程那么稍后也是会给他发布 现在正在制作当中啊因为 啊 开店教育嘛 也要找人来 帮你站好 然后再一个的话也是要 我是这样准备的 就是每个复活点位来一段这个刷屏的 镜头 然后把每个 基本上就是我 平时爱卡的复活点位 再给他介绍一遍 所以说可能要 灯个比较长的时间 大家也不要着急 啊 视频就给他讲的事 然后大家就听视频啦 这期就 不给他放背景音乐了 就给他放个原声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 好拜拜 我是狼鹏 我们下期再见 我还要继续吗 谁能阻止我 干不不尚 女神上美女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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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算逃了 三杀 三杀 底牌四个 还要继续吗 三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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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法充分 三杀 coat 射撕 准备 准备 雷 不 准备 雷 趕快跑 这些是我们的眼神, 把他放在我身上, 但是我还没想过。 我还没想过, 我还没想过。 我还没想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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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神降临 女神降临 暴徒不尚 女神降临 大象逃浪 三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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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杀